16岁的皮影系友雕志师傅詹国祥 他从12岁就在大陆拜师学艺 因为记忆经济还曾经叱咤皮影戏界 后来辗转来到台湾 但是堪称国宝级的他却没有受到重视 现在每个月靠的是退付金 一万三千多元过日子 虽然日子有点苦 但是谈起最爱的皮影戏却是神采意义 拿出尘封已久的皮影戏友 手工精细的皮雕 加上色彩鲜艳的彩绘 这一笔仪画都是出自皮影戏国报 詹国祥的一双巧手 眉毛眼睛彼此画了十年 詹国祥老师傅在12岁时 就成为曾经在此系太后 跟前表演的皮影戏大师 苏鼎山的磕头弟子 因为记忆精湛曾经叱咤皮影戏界 民国39年来台 热爱品系的他 为了制作上等皮影戏友 买高级牛皮 跑遍了全台 更耗尽了一身家当及退休金 我亲家当产 亲家当产 为什么 我玩的骗人 见下小时 卖的五十万都花到这个时候 现在就算贵了皮影戏 花了很多钱就对了 因为是正爱好 会不会后悔 我不会 已经86岁高龄的詹国祥 病痛产生 妻儿相继过世 只剩他一个人 独居在一间老旧的矮房里 没有瓦斯 只能烧煤炭 每个月就靠退 辅金一万三千多元过日子 但他不以为意 最担心的还是记忆将失传的问题 但不担心皮影戏失传 那没有办法 我了解很深 绝对没有办法 虽然日子过得苦 但每张张国祥一谈起皮影戏 总是神采异议 他对这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 令人敬佩 众天新闻后果网越方 再一报道 美国家